警方西九總區和油尖區警區針對青少年吸毒的問題 凌晨採取天網和拯救者的聯合行動 派出230多人搜查過油尖旺區11間酒吧和娛樂場所 拘捕了22男13女 他們年齡由16至55歲 在行動中檢獲黑市價值大約39萬元的可卡恩和K仔毒品 保安局局長來動國凌晨去到現場實地視察警方的行動 他說青少年吸毒的情況近來有舒緩的趨勢 但政府會繼續打擊青少年吸毒的問題 如果我們看回香港禁毒的情況 我們都看到吸毒者的數字是有下降的跡象 特別是青少年人 這個當然是一個比較好的現象 但是問題仍然是嚴峻的 因為很多青少年人現在他們吸毒的模式是更加隱蔽 以前他們會在一些比較大型的卡拉OK的場所活動 現在已經轉變了那個模式 是變成一個樓上巴 有些甚至是在一些無牌的廚所裏面去做 黎棟閣又說 暑假是青少年吸毒的高危期 而青少年轉到樓上酒吧和無牌場所吸毒 令到警方的行動增加了難度 黎棟閣又呼籲家長要留意子女是否有異常的情況 需要的時候可以致電禁毒熱線求助 而警方就說 在今次的行動 主要是針對由前往區的黑社會 控制青少年販毒和吸毒 並導致他們收入的來源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鄭漢成報導 男主要是針對的